He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我們今天要來講 iOS 14.5 幾個 我覺得最重要應該更新的功能 那我也建議大家去更新 那 iOS 14.5 其實它的 Beta 版 推出了好一陣子 會使用應該有將近一個月吧 那為什麼這次 iOS 14.5 會這麼晚 正式版的才推出呢 其實最重要的我覺得啦 就是因為它裡面的 AirTag 的這個功能 其實這次發表會據說是真的有向後延期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也在 iOS 14.5 裡面 看到非常多 Beta 的版本 它就一直向後推 一直向後推這樣子 那現在正式版的 應該是在 26 號今天終於要推出來了 所以應該影片上之後 或是今天當晚 你們就會收到這個通知 那可以去更新 那首先你要怎麼去更新呢 你可以到設定裡面 然後到一般 然後這邊有軟體更新的地方 你這邊就會看到有 iOS 14.5 可以更新 那如果你先顯示有使用 Beta 版本 像我一樣的話 你不太確定說你這個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那你可以回到設定這個 一般下面裡面有一個描述檔 然後這邊有一個 iOS 14 Beta Profile 的地方 把這個描述檔移除掉 然後之後重新開機 再回來看看你有沒有收到這個通知 那如果你已經是最新的版本的話 你就不會看到這個通知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幾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功能 第一個我覺得是 你們可能因為我要講這個口罩解鎖 那個我覺得是第二個 第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 應該是在隱私權這邊 那這邊有一個追蹤的地方 有一個新的圖示 那你點進去之後就會看到 允許 App 要求追蹤的選項 然後就把它關掉 不允許 App 要求追蹤 那你如果看它下面的這邊講的是說 允許 App 要求追蹤您在 其他公司 App 和網站的活動 那可能會嚇到說 原來本來其他 App 可以偷偷的追蹤我們在其他的 App 還有甚至在網路上的一些活動 他們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其實是滿可怕的 那很高興這次蘋果在14.5 把這個像說選項很清楚的還給我們使用者 讓我們可以直接去選擇 就是不讓他們做這樣的追蹤 那先前這個功能要推出來的時候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也是氣得跳腳 那當他氣得跳腳的時候 我就相信這個應該是一個對的選擇 至少對我們使用者而言 好啦 開玩笑 其實兩邊都有兩邊的講法 那看你站的是什麼角度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我覺得相信以大部分使用者而言 如果聽到說他們可以偷偷追蹤你 或者是在你沒有很清楚的情況下去 追蹤你的其他活動跟行為的話 應該都會滿反感的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 所以我就選擇把它關掉 那我們就來看到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對 就是口罩解鎖 那這個口罩解鎖就是說 你在戴著口罩的時候使用你的 iPhone 它可以偵測到你有戴著口罩進行解鎖 可是有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蘋果手錶 那你蘋果手錶也是要好像三代以上的 然後更新到最新的WatchOS 7.4 那這個設定的地方 就是當你這個手機跟手錶 都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之後呢 你可以跑到Face ID 設定裡面的Face ID與密碼 那你進去之後滑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透過Apple Watch解鎖 那如果你配對的Apple Watch 有多於一個的話 這邊就可能會有兩個或是三個 看你有幾支Apple Watch 那我只有配對一支在這個手機上面 所以這邊就開啟蘋果接Apple Watch 去進行解鎖 OK 那這個其實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它基本上你解鎖完之後 你的手錶會有震動 讓你知道說你現在已經是用這種方式解鎖 這種時候你如果看你的手錶 上面就會有一個畫面出來說 它現在是有透過Apple Watch 去解鎖你的iPhone 那下面就有一個選項 就是可以再鎖住你的iPhone 那為什麼有這個選項呢 就是因為它其實是用距離去偵測的嘛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說 你旁邊的人也是戴著口罩 他拿著你的手機進行解鎖 它也會進行解鎖 那這種時候它給你這個通知 就讓你警覺到說 這個不是我自己在進行解鎖 你就可以再把你的電話鎖住 那這個就是多一層安全機制啦 那這個功能到底是不是很實用呢 以我有Apple Watch的人來講算是實用 那我覺得它有時候也會突然就是失效 像是可能時事有一次 就它就整個完全不會有反應 我還是要自己輸入密碼解鎖 可是整體來說算是還是滿好用的 那最大的缺點當然就是 你要再去買一支Apple Watch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不是很符合每個人的需要 因為不一定你本來用的是Apple Watch 或者是你不一定需要Apple Watch 那這個有點算是 我不知道蘋果是不是想要吸引更多人 去買Apple Watch的一個方式 好 那下一個我也覺得很重要 就是Siri 現在可以 進行更多的一些功能的使用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點 在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就是它可以播出緊急電話 像我現在如果問Siri 那它這邊就有選擇說110 你打給警察或是119 可以打給消防隊 OK 那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可能 有什麼突發狀況 你不能很快拿到你的手機 或者是在找到什麼去播出來的時候 其實Siri 這個時候 可以更快的幫你播出緊急電話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大家可以記得一下 因為永遠不知道你在什麼時候 可能會碰到這種緊急狀況 需要使用Siri去幫你播出緊急電話 好 那下一個我們就來到這個 尋找的App裡面 OK 那你點進去之後這個物品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邊物品說 加入物品或者是便是找到的物品 那這個也是在14.5之後 才推出來的一個新的選項 叫做物品 那如果你選擇加入物品的話 就可以看到加入AirTag 那先前這個字樣也不是AirTag 那這個就是在AirTag 它正式發表之後才改成這個字樣 那下面也有選擇說支援其他 其他支援的物品你點進去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有耳機啊 背包啊還有行李箱 那這個就是蘋果會支援更多第三方廠商 如果他們在他們在要推出的商品裡面 要植入這些可以讓你 尋找的防丟晶片的話 那再來也可以這樣做 那再來就是辨識找到的物品這個選項 點進去 那這個選項就是讓你 如果以後找到什麼東西 你可能很清楚的知道 上面有個AirTag在上面 或者是你覺得它可能是有一個 蘋果支援的第三方廠商 有植入晶片在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啟這個選項然後去 可能去感應它 然後看它最後師組它所留下的資料是什麼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AirTag的話 你也可以在你東西掉了之後 再選擇輸入到裡面的資訊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滿方便的 那關於第三方的廠商這些物品 我可能以後要再買一些 再來做測試給大家看 那當然跟AirTag 也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比對 所以如果想看這類影片的話 我到時候會再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評測 好 那以上幾個是我覺得比較重大 需要更新的原因的理由啦 那其他像是5G的雙卡雙待 這個可能就是看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 用兩支電話都是5G的 那這種情況下你的兩個5G的號碼 都可以用5G的訊號去待機 那先前就是只有一個可以是5G 那另外一個號碼就會變成4G 那現在終於可以有兩個5G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在捷徑的APP裡面 它也有多了一些選項 像是可以鎖住你螢幕的方向啊 還有進行螢幕截圖 可是這兩個我 大概嘗試還沒有找到一個 我覺得很實用的方式啦 所以如果你有找到一些 比較實用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大家分享 看看你們有沒有創造出什麼 比較有用的捷徑 可以使用這兩個新功能 OK 那我就大致上分享一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功能 那如果你們有一些覺得iOS 14.5裡面 你們覺得很重要的功能 你們覺得很實用 那你們都有在用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我看了覺得很有趣很有用的話 我就把你的留言置頂 讓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可以一起討論 OK 那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我是蘋果弟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Bye 讓大家聽聽看這個 今天碰到的狀況 敲不停 我這支影片已經錄了三次 好像每次都是在我正要講話的時候 然後 它就開始敲 然後中間停一段的時候 就一開始剛才還更吵 現在好一點點 剛敲更大聲了 我不知道是 我看不及在我正門的 你們叫做我 我的錶我 這支影片 我就嘩 在我爬 不要 有 真的 小鈴鐺 你 我